NineVidue 您接下來收聽收看的是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仲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名 紀錄資料庫以及 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9点半在公式新闻一体中心天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布的网站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那今天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其实是6月3号 那播出会是在6月5号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就是明天 它就会是一个六四 我不晓得现在的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六四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在念大学 那其实我们也被动员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出自于 自己心里面的非常大的激愤 就去参加了一些相关 在台湾举办的六四的声援活动 那在跟台湾有类似背景的香港 其实在过去对六四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的投入在纪念 不过最近这几年 香港对六四的纪念活动 其实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香港独立媒体网的 林矮云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矮云你好 你好 矮云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六四今年应该是27年 那在当时六四发生的时候 你还是在念大学吗 还是在念中学呢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中学生 可是那一年我哥跟我姐都在念大学了 所以因为六四它对那个学生的社群的影响特别大 尤其是香港的前途问题是在1982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嘛 所以整个八十年代香港无论是那个民间社会还是那个学生都有一些很激烈的讨论说香港应该怎么样走 其中有一批的学生他们是提出了要民主回归 就是说回归也可以 可是要把那个民主的制度引进香港 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英国对香港应该有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然后就说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英国的那个国民的资格 所以甚至是中学吧 对于这些认同的问题啊 或者是回归之后怎么样安排的一些情况都有很多讨论 也有一个移民潮了当年也 所以六四发生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尤其是那一些相信民主回归的学生 他们的反应很激烈 他们有一些甚至是到了北京去做一些支援 那个中国学运的运动 比如说我姐 她也是 她当时是在中文大学嘛 所以她也跑到北京去了 整个事情 所以对香港的影响是很大 因为里面有一些人是跑到北京去 然后整个香港社会也是在 很关注自己的一个政治制度会怎么样走的一些议题吧 我记得在六四发生的时候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香港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人去参与声援的活动 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在台湾参与的经验 就是在六四之前 其实在台湾的很多的学生 也都跑到了在当时的中正纪念堂 就现在甚至是自由广场这个地方 那其实那时候是台湾的这个救国团办的活动 就是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大专青年都参与 那当时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 是一个意义性社团 我们就曾经觉得说 参与六四 生与六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过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六四的经验来去 回应台湾当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到了中正纪念堂 那到了中正纪念堂之后 每个学校都有代表上台去发言 结果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台湾的这些主办单位 就是救国团 他就要求我们上台发言的人 就要先写稿子 然后先给他们看 然后看完之后 他审完之后就回来 那我们稿子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从六四的这个里头 看中国的新闻自由 再来反思台湾的新闻自由 可是没想到这些内容几乎全部都被删除了 那我们看到被删除的这些稿件之后 我们这一群人就全部奋而离开 那个现场 那这个是在台湾当时你会发现 这个是在一个非常 党国的这种体制之下 然后要去对中国的运营的声援 那他是有他特定的这个政治气氛 我不晓得在当时的香港是在 其实我们知道也几乎有百万人上街 然后去声援 为什么在当时的香港 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 所谓的声援的行动呢 有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就是香港 其实很多都是大陆国内的移民 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们会觉得有跟他们有相关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前途问题 因为回归就是已经定了1997年 香港要回归 所以最终我们也会在那个中国的统治下 所以整个事情 你是跟香港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当时那个除了那个游行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两个最强的记忆 一个是8号风球 有一个就是刮那个很大的台风 就是那个学生跑道 对对对 学生跑道那个中年办示威 这个是当时的新华色色示威 这个是对整个社会很震撼的 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说的 超过一百万人上街 其实当时就是整个香港是痰瘫了 就是六四发生之后第二天香港是痰瘫了 还有就是那一天的那个报章的头条 比如说文汇报这一些 那个当时来说是那个中共在香港建立的媒体 他们的头盘可以是通心指手 对啊 所以整个社会其实对于六四来说 他们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感觉啊 或者是对于觉得这一个事情 也是对于自己的前头是密不可分的 嗯嗯 这个我觉得是跟台湾很不一样 因为台湾来说它就是啊 中国是有点就是分开它整个政治制度 可以完全不理那个大陆是怎么样 嗯 它只是一个镜子 就是说啊 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们这边不要发生了 或者是我们要不愿意更好 可是在香港是你是逃离不了那个中国政治 对那个香港这个地方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会明白到那个香港就是因为地理啊 或者是历史的原因 那个如果说要独立的话 几乎是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那个英国殖民地的统治 香港人从来没有自己掌握过自己的政治 可以这样说 嗯嗯嗯 所以那个 所以这是一个从香港 普及询问吧 社会来讲它其实是存在了一种气氛 一种气氛是这种某种的这种在文化 或是甚至刚提到的 在这种所谓的国族上面的某种的联系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这种心理非常大的恐慌吗 恐慌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种不确定 就是说香港以后会怎么样发展的这种恐惧了 事实上在连续这从二十几年来 我们都可以看到香港每一年都会去办 举办的这个六四的相关的活动 不晓得从您的观察里面看到 这香港这二十几年来相关的六四纪念的活动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转变呢 这些转变事实上反映出什么样的中港之间的关系呢 八九年的时候那个资源 所谓资源大陆的学运的运动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自发 就是说不同的民间团体 他们都会自己去筹款啊 然后去举行不同类型的活动 跟游行啊纪念啊讨论会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不同的组织自己去搞的 后来到了那个资源会的成立之后 就比较统一的一起去搞 就是说资源会成立的过程里面 其实内部有很多争论啊 就说比如说你们很熟识的长毛 长毛就是杨国雄 如果他讲的话他会讲 对对长毛 他会讲出很多故事 就是说里面又涉及到谁去领导啊 谁给踢出去啊怎么样的一系列的事情 反正就是当资源会成立之后六四就是每年到练六四就是 就是由资源会他去统筹啊 然后我记得啦就是当时我还还很是 就是还是中学生 就是中间是有很多才产生这个资源会 然后他们呃其实从一开始 资源会就受到很多批评嘛 嗯 就是说因为它是一种中心化的过程 就是从一个自发的运动 它变成一个一个统筹的团体 然后它的仪式化的一个盗恋活动 其实一直都有人批评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 什么另类纪念六四的活动 其实已经已经有很多年嘛 就是在尖沙水码头 其实从我记得啦 从 成九七之后 成年时之后 就是在纪念会以外的一种一些 计量活动的 因为他们觉得 资料人会 比如说每一年的程序 都差不多一样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很抽象的 一种口号 所以在尖沙水码头的 他会比较强调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连接 就是说中国发生的事情 跟香港的一些关系 他会开放给参与的人 上台去讲话 去读一些斯文 这些方面的事情 可是就是以前的 所谓的另类纪念六四 他是对资人会的一种批评 可是他从来没有说 六四是应该画上句号 或者是跟香港没有关 反而他是强调 六四其实跟香港 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活动 他可以说比资联会 对于这一个中港的关系 的反思更多 不过像资联会的活动 虽然是一世话 他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他也是一个政治启蒙 或者是说对很多人来讲 他可能会是一种认识六四 或是认识中共的某种极权暴力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开端 可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效益 似乎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两年可能会 因为争论多了 有一些年轻人不会去 因为以前六四的活动 很多时候就是 跟中学的通识教育 是连接在一起的 怎么说 就是说老师 因为在香港的中学 他有一个叫通识教育的 他会谈词试 谈中感关系 谈一些大家关注的 共同的议题 所以每一年六四 那个通识的老师 很多啦 很多通识的老师 他会带着学生一起去 然后再讲这一段历史 因为在那个维多利亚公园 我觉得他最大的效应 就是他每一年 他都会有展览 就是说把整个历史 历史图片 还有一些个人的口述 他都会贴出来 然后一些老师 他就会白天 就带着学生去看 看完之后 晚上就参与 那个烛光集会 所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97年到 可能到前两年吧 都有这一类的活动 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 没有经历过六四的学生 他们对这个中感关系 或者是六四这个事情 还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受 这个也是跟这个集会有关 可是最近两年 尤其是 所谓的本土派的那个争论行程之后 学校他对那个通识教育的资源 还会有一些老师 就是非正式的大学生去吧 可是我的感觉上 就是像以前很有主持的 就是大家挺 就是挺 挺 就是每一年 很例行的一个 一个活动 也涉及到香港那个教育的一个政治化有关 就是说因为我们换了那个教育局局长 对 然后他们学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是这个教育局局长 是不希望学生 老师带学生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吗 他会有一些什么内部的指引 比如说强调什么国民教育 或者是反正他会用很多官僚的一些方法 令到某一些活动 不能很光明正大的去进行了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有自乎看起来 听起来是两个原因 我们待会可以再继续的讨论 一个似乎是在于所谓的新的这种所谓的教育局 然后刚刚谈到的新的国民教育的概念 那让大家不能够去光明正大的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可是刚刚艾云也提到说 另外一部分跟香港最近所谓的本土派 所谓的本土右翼的这样的兴起 是有一些关联性 那这两种力量其实似乎也让很多的人 不约而同的 让香港跟六四之间的关联性 似乎有一点点越来越疏远 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再回过台请教阿姨相关的问题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香港独立媒体网的林矮云 矮云你好 大家好 刚刚有提到说在香港了 在面对六四的纪念活动 似乎出现了一种 相对之下是一种越来越疏离 或是越来越断裂的这一种情况 那刚听起来好像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在于所谓的国民教育是刻意的要去引导大家不要去接近这个六四或者去参与一些六四的纪念活动 可是另外一部分会是跟香港本土派的这个兴起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吗 其实国民教育现在是那个学校里面他志愿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另外调拨给他去进行的一个课程 他不会说你不要带学生去怎么怎么的 他可能是在那个通识教育方面的资源减少 然后在某一些地方的资源增多 比如说他会鼓励学生去中国大陆交流 或者是做其他的交流活动 然后你时间用了在其他的地方自然资源在另外一些地方就比较少 他不会公开的说你不要带学生去怎么样 可是如果老师要带学生去的话 他自己要加倍的努力才能成事可以这样说 至于说那个本土的论证他其实是对一个比较政治化的社群的影响会比较大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根本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的话 这个论证对他们的影响可能 可是比如说在Facebook里面比较活跃讨论政治的社群里面 这个本土的论书会把一些对政治有兴趣的人的观点 他会有点重新造造的一种效应 然后这个比如说就是最近的论证就是有几个大专远少 他就是说自己不去参与那个六四嘛 然后还说什么自联会是归宫保母说什么六四要画上了句号 可是同时他们又另外去举行一些集会和悼念活动 所以就是你看到当中的矛盾吧 就是说他说六四跟香港无关应该画上那个句号 可是同时他自己又去搞集会 所以他那个整个行动他其实主要就是要跟那个自联会切割 然后他们整个就是后来发展出来 他们有一个讲法了 就是说我们要逃离中国这个火场 他们就把中国政治形容成一个火场 火灾现场 然后香港人不要去碰它 反而我们应该就是好好的保护自己 这一个小小的地方 所以六四应该本土化 然后其实他们背后这一种想法 其实可以说是回到一国两制 就是说当时一国两制的讲法 就是中央也好 或者是某一些建制派也好 就是说香港管只管香港的事情 就别去管那个中国大陆 可是你现实上那个中国大陆 从那个资本啊政治啊 其实一直在香港嘛 对 你没办法那个切割嘛 所以他的那种什么小私自保 他们讲小的自私去自我保护 的一种讲法 其实也是一种 没办法落实的一个东西 可以说 这是没可能的一种状态 对香港本土派他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去纪念六四 基本上来讲 就是去跟中国去特定的连结 那有一部分不管是主张城邦的 或是主张港独的 这希望这两边是能够断断清楚 可是他也不会说完全不想要去主张 跟六四去连结 相反的他会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从主张六四 去深远六四 或是去知道六四这件事情之后 来去看有没有发展 所谓的新的香港 或是香港独立的可能性 这样的说法在现实上面是可行的吗 或者说他其实也是一种 在香港前途未来的一种 多元论述的一种论辩的机会呢 其实说不要去管中国了 其实最早提出了 你会吓一跳 其实是试图话 他在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 他就说过 其实也解释了 为什么以前的支联会 那么疑似化的一个情法 他就说 那个中国政治里面 有很多拍戏的政治 就是说党争 香港不应该卷进去 所以其实他是主张 香港的民主化 要跟中国切割的 我记得我在刚刚做 那个独媒在05年的时候 我们还专门的出了一本叫 维权特刊的一个在六四的时候拍 当时其实我们就批评那个支联会 就是说他只是口号的说要建设 民主中国 可是他从来不去回应 正在中国发生的维权运动 也从来没有去对那个中国的人权 民主的发展 去跟香港的连结 所以其实很早就是泛民啊 就是一些老的民主派 他们其实一直都希望香港是 维持着一种很狭义的一国两制 就是说我们反正就是没事就好了 所以他的这一种看法 跟现在学生的看法 就是说现在批评他的人的看法 其实挺一致的 所以我就感觉 就是历史是有点 有点 就是从不同的面貌里面展示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想法很像 可是就是从一个很对立的方法去反现在 反而支联会是给人骂说 他什么太过跟中国产生关系 或者是他太过强调中国这一个事情 可能口号像是 可是从实际他的仪式化的一个处理 其实他是从来没有去跟中国 进行什么有机的连结了 然后我觉得反而就是最近几年 香港是更多的回应中国的事情 因为你没办法 中国整个红色的资本 都是靠香港作为一个出口感 然后越来越多有大陆背景的人 进入香港在商界 在政治上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这几年其中一个 如果我们把那个本土派就是做那个划分的 有一些左翼的本土派 他其实是很强调就是说 我们要对应那个中国资本 或者是中国的影响力在香港 有什么带来什么很具体的 对政治的经济的影响 所以比如说之前的很高铁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动员 其实它都是对应着这个一国嘛 就是说一国进入香港造成的一种效应 国民教育也是 如果不是那个中国挑起的话 其实香港也不会有一种反对的声音出来 可是现在说以港独作为包装的一个本土派 它其实是另外一面 就是说它就装着好像香港很独立 已经停好了那边是火长 它没有烧进香港 好像我们可以很容易一样了 所以虽然它们是很港独的包装 可是它们没有对应中国在香港 已经发生的一种影响 你的意思是说包括中国的红色资本 对于香港各式各种不同层面 媒体或是地产等等的渗透 在对于港独的这一批朋友 它们其实没有提出或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相对应的做法 它们也没有什么很弱力的去动员 它们如果说比较具体的动员 它们是在版那个水或客 就是说可是它的那种动员是针对其他的中国人的动员 不是政治层面上的那个中国影响 或者是中国因素 也就是说这种动员其实是在于对于所谓的个人 或在日常生活受到的这种晋升的侵劳 但是对于所谓的大的中国的结构的问题 如何影响干预香港 在港独或是所谓的本土右派 这个部分 它们其实没有办法提出一种相对应的策略 没有策略 它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口号了 那本土的左翼呢 它又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本土的左翼其实它跟社会运动的勾联会比较有机 比如说土地的问题啊 还有规划的议题 它们就是比较能回应到那个 这个宏观经济的带来的一些影响 就是土地的问题就影响 就是说我们整个基建的发展 究竟是为了中国中港的那个资本的 或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 还是为了本的一种生活 去作为一个出发点 他们会讲得比较清楚 而且也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政策研究啊 一些行动的策略啊 从一个比较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从一个香港本地 跟中国之间的连结来看 香港从纪念六四这件事情上面 它可以展现出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对民主的思考 或是对于所谓的极权本质的这种思考呢 这或许必须要从这个过程当中 才能够去找到一个所谓的纪念六四的意义吧 其实我觉得六四 是其中一个对香港最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香港人这个身份的认同 在过去二十年吧 它都是跟普世价值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我们要强调什么 民主人权多元的这一些价值 然后跟中国的专制 还有一些反人权的那些政治去做一种划分 然后就变成那个香港人的主体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 就是说左翼或者那种本土派 他们就会强调我们要 就是作为香港人 我们就很自然的去 那个要认同民主人权这一类的 这一轮的那个六四的争论 其实也有这一面向的 那个反驳啦 就是说那个反对悼念六四 或者是觉得隔壁是火场 我们不用去理解它 其实或者是不用去回应 这一个火场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们就觉得这个是违反香港 本身认同的一些人权民主的价值 因为这个根本就已经超出 那个国界的一种认同 你是说超出国界的一种认同 就是说它应该是一种普世价值 而不是一个人 对就是说在中国里面违反人权的事情 其实不单只是中国人 或者是你是任何国职的人 都可以回应或者是关心 或者是做出那个资源的 所以这个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从普世价值来说 它那个现在本土派里面讲的 一堆的说话 其实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在看待又是 不管是在香港或在台湾 刚刚阿姨有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从一个普世价值 从一个人权 从一个民主的角度 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一个 一国之内的事情 或者是隔壁邻居的事情 恐怕这个是原因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回到 那个事件的本质来 从这一个所谓的血腥镇压 甚至是一个屠杀事件当中 我们到底看到了一个 什么样集权的本质 以及民主在一个所谓的社会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那今天非常谢谢 矮云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 相关的问题 谢谢